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小七 又到了我们长期测试的单元了 这一次为各位报告的是 Toyota Autist Hybrid 这台车子加入我们长期测试的车队 也已经一年的时间了 这台车我们总共使用了大概2万公里 又到了该态换的时候了 当然这台车我们主要会以 Nissan的Centra来做态换 那我们跟各位先来报告一下 总结一年来我们大概使用的一些心得 这一次的Altist它是全新的大改款 造型和底盘都是全新的设计 还有内装 底盘方面是采用新世代的TNGA的平台 操控的感受我认为 跟之前11代比起来的话 是大幅的精进的 特别是高速的稳定性 后轴的安定性确实提升了非常多 那当然这台车如果跟我们 另外一台Focus的ST9比较起来的话 操控性还是有很明显的差距的 那底盘的安定性也是 但是对于一般的家庭房车的买家来说的话 我认为这样子原厂的设定 可以提供基本的安定性了 那另外在油电系统 也就是气候引擎以及电力系统的切换方面 我认为这一代算是非常成熟的一代 那这样子的动力输出虽然不大 但是也不会有动力不足的状况发生 那当然它最大的特性还是节能性 等一下呢 它的油耗我们会为各位再做分析 那当然动力系统开起来我认为还蛮平顺的 跟之前国产的Camry Hybrid比较起来的话 它引擎间歇在启动的时候 那个振动其实抑制的算是非常好的 那当然这个引擎如果转速拉升的时候 噪音会比较大 这就是小小遗憾的地方 存电模式我们实测 如果在电瓶满的状态之下 约莫大概有6公里左右可以存电行驶 但基本上不多啦 跟我们之前的PHV比起来的话 这个纯粹是辅助的用途而已 那市区如果引擎熄火的时候 的确这个车在低速行驶是相当安静的 那另外呢它的配备上也相当充足 以我们这一台算是Hybrid的旗舰版来看的话 电动调整的驾驶座 升投影式的HUD 包含我们的车载系统的这个主机呢 它是有4G加Wi-Fi功能的 都让我觉得说 整个配备上的充足性上面 是非常非常高的 这台车有360度环景 也是我觉得非常好用的地方 那当然有几个小遗憾就是 它没有前雷达 没有办法做前方的侦测了 当然它有360度环景 那关于ADAS方面呢 也算是还蛮齐全的 包含自动远光灯 包含ACC A1B 车道偏移辅助的话 也有这个功能 但是没有维持的功能 而且它的ACC呢是非全速域的 这个也是稍微遗憾一点的地方 整个驾驶方面 我觉得这台车给我最大的感受 其实我以前很少买TOTA新车 这个是近年来第一台TOTA新车 我用起来之后呢 我终于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买TOTA 因为开这个车不花脑筋 我觉得是大多数人对部车的要求 所以也很常担任我们编辑啦 公务啦 甚至我个人代步的用途 开起来的话呢 视野不错 唯一一个小缺点就是后座头枕 两颗粒在那里会挡住后方的视野 那另外座椅方面呢 我觉得比较一般啦 包覆性一般 舒适性一般 但是呢你就会觉得说 大概就是很中庸的感觉嘛 也不会说特别的不舒服 那当然后面的坐垫 一样跟Focus一样稍微薄一点 这个是可以后续再加强的地方 那另外在空间的表现方面 我觉得前座的空间呢 是比较没有问题的 那后座呢当然空间足够 特别是西部空间 我觉得是足够的 那主部的空间我觉得也还可以 但是唯一有一点就是头部的空间 因为造型的关系 感觉稍微压迫一些 那行李箱的空间的话 是完全没问题的 行李箱容积是够大 够方正够平整的 这一台车我们也做了一些改装 避震器改成了后来推出的 GR Sport的版本 这个对于TNGA平台的操控性 我认为有进一步的提升 那当然这个提升 不可能提升到 跟Focus一样的程度 但是呢我认为 基本上一般人来讲 非常非常够用 让它行路性呢也变得更好一些 所以这是我很满意的一个改装 而且原厂改装费用 我觉得不贵很便宜 特别是它的零件 一根避震器才1000多块 真的让我体会到 另外一个Toyota的优点 那再来我们还改了什么呢 我们还改了18寸的铝圈 跟ORIS的原厂铝圈 落地的铝圈呢 花了1万2 跟朋友买来的 配合它的轮胎呢是 YOKOHAMA的V105系列轮胎 也是比较偏向性能的轮胎 但是因为可能 Altis原来的隔音 就是水准之内而已 所以它的胎罩 我觉得是稍微大一些 如果以它房车的定位来看的话 那再来我们的改装 就当然是我们跟阿福一起开发的 全车的空力套件 我认为整个外型变得还蛮杀的 外型是我对这一代的Altis 非常满意的一个项目 特别是我们的隔热纸 我们也没有贴很黑喔 我们贴的是 FSK的KT68的隔热纸 虽然很贵 但是呢 我觉得和我们的白色内装 还有我们浅蓝色的车色 还有整个外观的空力套件 非常的搭 所以这部车 整个改装 我个人觉得相当的满意 那最后当然来跟各位聊聊的就是 整体的使用成本 我们总计行驶的里程超过了2万公里 大概2万1千公里左右 那总共加了17次的油 那总油耗的平均 就是我们有计算到的呢 是18.462公里每公升 那可以说比我们的Focus 整整2倍的油耗数字 所以说非常的省油啦 我想这台车我最满意的两个点 一个是省油性 这毋庸置疑是同期车最省油的一台 那第二个就是外形 我认为做试度改装之后 蛮漂亮的 保养的话当然我们也有去保养过 我觉得这台车的保养呢 也跟另外一台Focus比较起来 保养费是比较低廉的 那当然这台车呢 有没有遇到问题 有 同时间测试的Focus ST-Line 是使用了2万6千公里零故障 那这台车理论上应该是要零故障 但是遇到一些小小的问题 比如说后座安全带的警告装置 比较敏感 我们有回厂重新设定过一次 这是一个 那当然Focus没有后座的安全带 警示装置啦 所以它也没得坏 那另外呢 驾驶座的试板有松脱 那也是小问题 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360度环景的前镜头 曾经蓝屏过一次 也是粗宝把它换掉 此外呢都没有问题 我觉得稳定性还算不错 Altis呢也即将离我们远去了 那回顾这一年使用的时间 我认为它算是一个平淡的白开水 如果你是想要买一部 经济取向的车的话 这一台真的非常值得推荐 内装也是 但是内装呢 我认为是我们 选的这个白色的内装比较好看 如果是黑色的 我可能觉得就比较没有那么样的独特 那当然这也是很主观啦 我也是会怀念这台车的感觉 因为确实是一个非常秤直的代步的工具 那以上呢就是针对Altis Hybrid呢 观箱跟各位报告 那当然还有大家最关心的 这台车卖掉的时候 卖多少钱呢 那我们现在拍摄的当下 因为我们已经联系了 合运近拍去做后续的拍卖 这个专题呢当然 请大家参考 我们的资讯卡连结 到底后面卖多少钱 流程怎么走 大家可以参阅这支影片 好以上就是针对Altis Hybrid 总结的报告 那尽请持续锁定我们的频道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小七 7 Car 小七车观点是长期投入 而且坚持自购车辆 长期测试的 刺激车专业媒体 锁定7 Car 小七车观点 随时掌握真实的车辆使用心得 你想要的使用心得 第一手的购车资讯 都有小七车观点替您一手掌握 10分钟 5分钟 嗯 5分钟 4分钟 3分钟 5分钟 5分钟